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們就來快速開箱這一台Sony的A7CR 就是A7R5同用的感光元件 只把它縮小到更小的外型而已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們就來快速跟他的分享 Hi my name is Kaiyuan 我們今天就快速開箱跟他的分享這一台A7CR 就是把A7R5的感光元件 塞到一個A7C的超小機身裡面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吧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很多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超多的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很多的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超多的廣告跟說明書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超多的廣告跟說明書 這個盒子 這感覺這個盒子 這感覺它的倉庫 我感覺這個倉庫好像可能沒有開廚師機吧 它整個盒子有點瘦潮都軟軟爛爛爛的 我感覺它 我覺得台灣的 我覺得台灣 我覺得台灣這邊的倉庫應該是沒有開什麼廚師機吧 因為這個盒子感覺軟軟爛爛的 好像有點瘦潮的感覺 這冰原都爛掉了 這冰原都爛掉了 我覺得台灣 我覺得台灣這邊 我覺得台灣Sony這邊的倉庫可能沒有開廚師機吧 盒子感覺都軟爛爛爛的 好像有點像瘦潮的感覺 那我們這裡有一個A7CR的特殊 我們這邊有一個A7CR專屬背帶 這裡還有一個 然後盒子裡面直接附給你 然後盒子裡面直接附給你一個 然後盒子裡面直接附給你一個產品的電池底座 就是手把把手的下 那盒子裡面直接附給你一個 那盒子裡面直接附給你一個相機的底板底座 就是你可以如果有一隻比較大的手 你下面的小拇指就可以比較有地方可以支撐 這直接附在盒子裡面 那它的電池艙門也是從這裡 哇塞整個把手這樣掀起來 這超酷的設計 我們待會把它裝上去試試看 OK那這就是我們的Sony電池 NPF-Z OK這是我們的Sony電池 NPF-Z100的電池 這個是16.4瓦小時的電池 也是蠻大顆的 我以為它會用比較小的電池 但是它一樣也是用這種巨無霸的操縱電池 這還蠻有份量的 對這個輕巧的相機而言 這顆電池應該就佔還蠻大的分量 這可能有100克吧 100克吧 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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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電池 打開